一辆黑帮砖车被突如其来的大货车 瞬间撞成虚烂 楼楼大叔被派来勘查 与他同行的还有贝拉 贝拉身材火辣 面容较好 却从事着清除车祸路障的工作 大叔看到来了个如此美貌的小妞 脸上瞬间浮现出了猥琐的表情 两人检查车辆内部时 贝拉发现了几个沉甸甸的大箱子 但她没有声张 默默地将车拖走 里面装的东西同样引起了大叔的注意 他启动小摩托紧紧地跟上贝拉 直到太阳落山 废车厂的人下了班 大叔知道机会来了 悄悄地潜入到了废车厂 怎料几人各怀鬼胎 黑哥带着头灯也在检查事故车 只听他兴奋地大喊 原来车里发现了两达现金 仔细一看是好几箱钱 贝拉和黑哥忙着拿出钱箱 大叔也跟上这枚分红 于是 大叔 贝拉 黑哥 黑嫂四人 目的正式达成一致 瓜分这笔巨款 等黑帮人手赶到 发现人和浅早已不一而飞 但他们不会就此罢休 分到钱的大叔坐在贝拉车里兴奋无比 他想要尽情地挥霍一番 钱还没有花出去 两个人来到贝拉家 先大战了几时回合 看来已经很久没沾昏心 贝拉已经饿得饥不择食 看着贝拉家的陈舍 大叔问东问西 贝拉却不大愿提起父母 要求大叔再和自己搭产一番 黑老大把找钱的任务交给老四 老四带着手下查看飞车厂的监控录像 发现了黑哥的可疑 大叔给几位老大递上咖啡之后 联盟发信息告诉贝拉 此刻黑哥正要带着妻子小梅和孩子离开韩国 但他已经被秘密通缉无法离境 他只好找到黑市老板做了一本新的护照 可老板看到黑哥出手阔绰 却反勒索起黑哥 一旁大叔束手无策 只能一路撒钱以大通出路 黑哥被逼得从楼上跳了下来 正好落在了贝拉的车顶 警车经过这里将黑哥收押警局 大叔和贝拉来到酒店 开了总统套房 点了名贵的香槟 两人度过了美好的一碗 有钱就是可以随心所欲 黑哥落在了老四手上 自然免不了一顿暴打 大叔在一旁咬牙切齿也使不上劲 黑哥承受不住拳头 将埋在工地的钱箱告诉了老四 老四带人挖开了地基 却只看到了一箱简 黑哥被挖掘机撞碎了头 老四揣测是贝拉拿走了其余几箱子前 于是吩咐手下找出贝拉 说到大叔的留言 贝拉谨慎小心 但他手里钉着砍刀 还是回到了家 他踩着桌子 把藏在天花板上的钱箱取了出来 正拉着往门外走 却察觉到早就藏在家中的老四手下 两人经过一番激烈的互相伤害 贝拉顺利地将手下制服 黑哥被送进医院 大叔对黑哥的病情忐忑不安 他怒斥老四一伙人是人渣 这时贝拉来到医院 他把自己乔装成摩登女郎 大摇大摆地从老四面前走过 乘坐电梯时 老四对大叔说 黑哥可是一块烫手山芋 现在只能去堵截贝拉 可老四不知道 他费尽心里要找的女人 现在就在他的面前 电梯里 大叔把一个U盘交给了贝拉 里面是十年来他在黑帮掌握到的所有 关于黑老大犯罪的资料 老四来到贝拉家 听手下说着贝拉的绅士背景 并在床上找到了大叔的头盔 而贝拉看到重伤昏迷的黑哥 心里替他感到不值 还没机会享受一箱子钱 就被吓得黑手 趁早把钱都挥霍的是正经事 两个人用现金买了一辆新款跑车 又跑到军火贩子那买了最新式的手枪 他们在车里恩恩爱爱 音音艳艳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老四站在窗前 看到大叔陪黑哥晒太阳 觉得两人的关系非比寻常 然后让大叔去准备车 实则为了把他支出去 大叔打电话给贝拉 黑哥的脑袋上了一块补丁 智商经常不在线 甚至直接被骗出大叔拿走钱箱的事情 老四立马派人查出大叔的住址 随后带手下上了大叔的车 同时暗示大叔别耍小聪明 可另一边打来电话 说大叔家里根本没有收到什么闲乡 大叔心知动明 眼下却没有对策 突然他猛地踩下油门 让老四和手下措手不及 接着大叔成功将两人打懵逼 可是下车之后 大叔却被交警拦下 局势出现了反转 大叔在被两人控制之前 赶紧拨通了贝拉的电话 听到大叔交代了钱箱在宾馆 于是贝拉赶紧先下手围墙 到达宾馆转移了钱箱 黑哥就这样被熊哥一伙人放在了机场 机长拒绝他登机 他就这样在机场流浪 小梅文讯回国照顾黑哥 醒来的黑哥看到老婆回来激动不已 用小梅的话说 都病成这样了 那东西还能举起来吗 两个人迫不及待的爱的鼓掌 贝拉斯一伙人碰揍一顿 贝比无奈之下 大叔录下视频 为了避免贝拉伤心 他不叫苦也不喊疼 一贯往日的一副完事不恭 看到视频的贝拉崩溃了 他回复了一个中指表示不服 贝拉打开了大叔给他的U盘 里面全是黑老大犯罪的证据 他发了一份邮件给老四 又去军火贩子那买了一把枪 回到家 贝拉迎来了黑老大一伙人 此时的大叔已经被打傻了 贝拉扶起大叔回到了车上 黑老大一伙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贝拉 大摇大摆的离开 却不能怎样 大叔 贝拉 黑哥和黑嫂四个人齐聚 不管钱拿不拿得到 遭受到这样的侮辱 几个人心里都很郁闷 这一次 他们要挽回尊严 他们找到黑市老板 给了他一大笔钱 成事成之后 还有一半的打赏 四个人武装上阵 因为手里握着黑老大命卖那个U盘 他们干脆提出 要求老四把钱箱还给黑哥 老四只好照做带回了钱箱 但拿出一叠现金 说这是补偿给黑哥的 几个人面面相去 贝拉直接抽刀 砍掉了老四拿钱的那一只胳膊 黑嫂接着补刀 让老四领了盒饭 几个手下健壮赶紧跑路 可他们哪知道 整片地上都是汽油 打火机扔过来 几人瞬间被点燃 贝拉大刀一回砍下他们的猪头 只剩唯一一个手下 被吓得屁股尿流 大叔决定放他一马 几个人开着车绝尘而去 看着眼前的红海 黑市老板拿到钱异常兴奋 殊不知四个人找他来 是要做剃嘴羊的 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 该惩罚的人 已经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大叔和贝拉拿着U盘 还给了黑老大 黑老大称这点钱不算什么 于是四个人带着大笔线抄去网 从此过上了 没羞没臊的挥霍日子 游泥大叔和性感女神的故事 到此结束 电影以最底层的人物形象 向那些权贵黑暗发起反击 算得上是一部十足的爽片了 未经许是万说写真人带着有的 大家带着役黑暗发起 edge